大家早上好 又是我分享 视频的时候 今天首先要感谢的就是 马来西亚的同修 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同修 他们进来都很积极的在做 Kalabawa Buddha 其实马来西亚寺庙 在不同的地点举办Kalabawa Buddha 就像这个是一个Kalabawa Buddha的Yatra 就是我们同时在Kulim 然后Kal Ardenum Salyan Center Johobaru 现在还有最新的一个地点 就是将会在Kalabawa Buddha 举办 就是说 我本身首先要感恩这般同修 他们自己的参与 这个Kalabawa Buddha 无论你的背后的背景 是为了自己还是什么呢 我还是要谢谢你 首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下周 我们将会举办一个孩子的 一日工作房 这个课程将是会 给孩子一些冥想的技巧 然后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是谁 还有就是 点化他们的第三年 因为我们每次马来西亚举办 很多课程呢 都需要很多的经费 尤其场地 租场地呢 是对我们来说是费用蛮大的 然后食物方面 各方面呢 租影响器材 都需要用到很多的金钱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寺庙呢 从来不会为这种 所谓马亚世界的那种 这种东西呢 阻碍呢 而停止我们的脚步 我们还是不断地积极去 分享师父的教会 就是这般同修 他们的经费呢 就是他们做那个Kalabawa的 Budja的费用呢 将会播出来给那个 办这个孩子 一日工作坊的 他的成为他们的经费 因为最主要呢 马来西亚寺庙呢 希望很多孩子 可以参加这个课程 然后又不想 参加这个课程呢 成为父母的一种负担 这个样子 但我也呼吁 如果你在国外 你想要参加这个课程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我们希望呢 这个课程不是 只是限于 马来西亚的孩子 我们希望 全世界的孩子呢 都可以受惠 但是呢 首先呢 你们必须要有一个地点 就是说 类似很像一个家庭 可以举办 举办这个课程 他可以招来 至少十个孩子 在他家举办 然后呢 地点要环境比较 安静一点 就要上课的时候 不要让孩子分心 然后 有一个很大的荧幕 可以让孩子看到 马来西亚 我们在举办的一些活动 还有就是 音响也要 适当的音响 这个样子 当然你们 这个中心呢 也要提供一些食物 给那孩子参加这个课程 因为孩子如果是 他们可能感觉到肚子饿呢 他们就 上课可能就比较不耐防的 这个 这个活动呢 就是那一同学 他们参加 卡拉巴拉瓦普加的 这种积极的态度呢 让我想起 早期呢 我们时常做 就要参加师傅的 Inner Awakening 就是这种内在觉醒课程 然后呢 很多时候呢 以前我们很少 师傅那边很少举办那一 免费的课程 这除 进来呢 是比较多 举办这种课程 所以 比方讲 类似 Kumbamera这样的课程呢 就免费给 信众的 还有现在 巴拉马 西瓦特拉 这种免费的课程呢 是蛮多了 就是说 当时呢 就是 我记得我去参加Kumbamera的时候 我真的 内心 发自内心呢 觉得自己 去参加师傅的课程 给金钱 参加这个课程 是值得的 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接下来很多人受惠 因为这个 Kumbamera当时公开给 所有没有参加师傅 课程的人都可以参与 他们都是免费的 当时来了很多很多的同学 我记得 有五千吧 然后后来慢慢的 有一些人 接受不了当时的天气的烟热 然后就是 还有其他的 就是有一些人离开了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就觉得 那些出钱参加 In a Weekend的那些同修 都很棒 因为大家的金钱的付出呢 让接下来的其他同修 他们都受惠 你也看到呢 你也看到呢 寺庙 越来越积极的 举办一些免费的课程 这些经费呢 其实都是 研制一些 怎样讲呢 就是那一 参加课程的那些同修的 他们的费用的 所以 所以 真心的感谢这些 付费用去上课的同修 感谢 这次 自己参加 Kalabawa Puja的同修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